有些事情,我们必须靠自己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猎王记下》第十二章 南国犹大王约阿师虽然很年轻 但蒙福的是,他身边有一位爱神爱人的祭司 耶和耶大在辅佐他 约阿师执政的日子 南国犹大在天赋的看顾中 额响太平,繁荣稳定 不过,祭司团队的内部却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读《猎王记下》第十二章 《猎王记下》第十二章 耶乎第七年,约阿师登基 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识别是巴人 约阿师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 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阿师对中祭司说 凡奉到耶和华殿 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 或个人当那的身价 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 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 无奈到了约阿师王二十三年 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所以约阿师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 和众祭司来 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 从今以后 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 要将所收的交出来 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众祭司答应 不再收百姓的银子 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祭司耶和耶大 取了一个柜子 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 放于坛旁 再进耶和华殿的右边 守门的祭司将放到 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 投在柜里 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 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 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 数算包起来 把所平的银子交给都工的 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 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 并瓦匠匠 用买木料和早成的石套 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 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 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 纳简 碗 号 和别样的经营器皿 乃将那银子交给都工的人 修理耶和华的殿 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 转交做工的人 不与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诚实 唯有赎千祭 赎罪祭的银子 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 都归祭司 那时 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 攻取了 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阿师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 约兰 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 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 并耶和华殿与王公府库里 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 哈薛救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约阿师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纪上 约阿师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 杀他的那臣仆就是士米亚的儿子 约撒甲和朔末的儿子约撒拔 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马谢接续他作王 征收税金原本是要用来修缮圣殿的 但是有些祭司却收钱不办事 幸好后来约阿师和耶和耶大 出面调整的做法 直接由中央来统筹运作 才让圣殿的修缮终于顺利展开 但这时候的耶和耶大已经非常老了 他早就无力再教导约阿师和年轻的祭司们了 更不可能一辈子陪伴他们 亲爱的朋友 上一章我们看到有好的属灵长辈 的确会帮助对我们的成长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也一定要和天父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哦 唯有倚靠神 我们才可能长久地走在蒙神喜悦的道路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使我能和你拥有坚固紧密的关系 使我能亲自经历你 依靠你活出越来越刚强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凡事 依靠神 活出刚强的生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